朋友您好,咱们现在也都看到这个天象变化,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,疫苗出来了,可病毒变异了。 很多媒体也报道了诺查丹玛斯的预言,说人类在2021年将面临可怕的劫难,只会留下一半的人口。 之前他精准地预言了汶川地震和美国的911事件。 中国的地母经预言中,太岁庚子年,人民多暴足,还有春夏水淹流,刚刚符合了去年疫情大爆发和六七月中国26省出现的洪灾。 更惊人的还有预言了今年的新丑年,人民留一半,快活,好桑田,他们都共同地指明了2021年的灾难很可怕,只会留下来一半人。 其实,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有果的。历朝历代,当人的道德败坏时,上天就会清理人类。 这两天,财经网报道落马贪官赖小民,有三个一百,一百多套房,一百多个关系人,一百多个情妇,每个情妇案地里都有编号,还设立了后宫。 家里藏的现金就重达三吨,共2.7亿,她母亲银行户头有三个亿,贪污受贿,达一百亿。 像这样的中共贪官,数不胜数,都是老百姓的纳税血汗钱,不是号称人民的公仆吗? 怎么把百姓当韭菜,一茬一茬的歌呀? 这些年来,孩子失踪高达20万,有卖出去的,有打残了要饭的,有被活摘的。 孩子,找到后,肾脏没了,眼角膜没了,你知道在广州有个两岁的小月月,被先后两辆车碾压。 七分钟内,18名路人都视而不见,冷漠自私都到了什么程度? 火根在哪里呢?就是中共邪党统治下的这个无神论思想体系,它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一沟油,毒奶粉,假疫苗,人造鸡蛋,一切向前看,笑贫不笑娼。 无神论让人放纵欲望,尽情享乐,不相信善恶有报,让人失去道德的约束,导致整个社会没有诚信,坑蒙拐骗,勾心斗角,见死不救,互相伤害。 今年两会期间,李克强语出惊人。 有六亿人,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,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。 百分之二的人掌握着百分之八十的财富,可怜的中国人,一面小心翼翼的防范毒食品和人心的伤害,一面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, 低收入,高房价,昂贵的医疗教育,如同背负着几座大山,活得喘不过气来。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,如果不养着这么庞大腐败的体系,生活水平应该是居世界前谋。 无神论把整个社会带向了道德败坏,一个国家要想稳定富强,百姓安居乐业,治久安,就得提升人的道德。 经济发展和道德是同步的,只提倡经济发展,不规范人的道德,社会就会越来越乱,灾难也会越来越多。 历朝历代,君王无道,百姓无德的时候就会有天灾,这是历史的必然。 高度文明的古希腊,强大的罗马帝国,在当时都是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,都是因为人的生活腐化堕落,道德败坏而毁灭。 哪有一个政党,在和平时期,发动一次次运动,三反,五反,文革,六四,镇压法轮功,害死八千万中国人,相当于两百四十次南京大屠杀。 每笔血债都在这个邪党血旗上挂着,而这个邪恶政权又是由党团队组合在一起的。 他让我们加入的时候,举着拳头,宣誓为他献命,献终身,实际上就是捆绑我们,成为他的一份子。 他干的所有坏事,都要我们为他承担一份,所以必须退出他的组织,顺天意,才能保平安。 现在有3.7亿明白的中国人,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,用话名,到大纪元网站上声名三退。 当老天清算他的时候,我们就不受牵连了。 刘伯温碑记一再警告世人,天道无亲,唯德是福。 只有对天地的敬畏,善良的德行,才是真正的避惑之道。 他的碑记结尾用字迷的方式告诉大家,拯救人类危难中的真正法宝,就三个字,真、善、忍。 法伦佛法是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末节时期,最后一次, 挽救人类。所以真正的救赎是敬重佛法,找回内心的良知和善念,回归传统,回归道德。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,天灾也好,瘟疫也好,躲也躲不了,不要怕,该来的时候总会来。 咱们诚心敬念佛家的九字真言,法轮大法好,真善人好,念诵时能调动宇宙中巨大的正能量, 清除体内外病毒,让你正气回升,增强免疫力。 遇到危难时,能逢凶化疾,遇难成祥。 法轮功红传世界130多个国家,带给人祥和美好,但在中国大陆,不就是恋的人多了,江泽民害怕了,扣上帽子,开始镇压。 和历次运动都是一样的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 跳动群众斗群众,是中共惯用的伎俩,所以咱老百姓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,不要被他欺骗,去仇视佛法。 分清是非善恶,老天才会保佑这样的好人。 你想想,真善忍多好啊,如果大家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,哪里还会有假奶粉,地沟油,毒疫苗,哪里还会有禽兽教师,哪里还会有勾心斗角,坑蒙拐骗。 如果人人都互相关爱,善良诚信,这个社会会变得多么美好。 人心向善,道德回归,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和希望。 心中牢记真善忍,佛光普照善良人。